工人拿著電鋸 將老樹幹一一分解 再把樹幹用大車陸續清走 位在中正區環港街 必殺休閒公園旁一棵老樹 進不起強風吹襲 26號上午突然連根拔起 應聲倒下 當場雜中停在一旁的兩輛貨車 好在大樹倒塌當時 一旁沒有雜到人 公園的水泥欄杆當場裂成兩段 一旁工人剛好募集整個經過 而在必殺浴港遊艇停車場外 路面因為排水功能不佳 出現了嚴重積水 車輛經過都要特別小心 不過這條道路 屬於漁業署管轄範圍 但下方的排水系統 淤積得相當嚴重 長期遭到附近居民詬病 颱風還沒有進來 道路就積水嚴重 市議員呂美玲 接獲民眾反應 呼籲漁業署要重視問題 避免積水事件一再發生 漁業署當初設計的 那設計呢 它的設計圖也沒有放在市政府 所以因此 即使我們現在想協助來處理 都沒有辦法 那這裡呢 因為長久以來 漁業署也沒有來關係 也沒有來維護 所以呢 在很久的時候 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懷疑說它有淤塞 然後呢 到了上個禮拜 是我們還有來 再度的會刊 拜託能夠 拜託他們來做一下緊急處理 甚至業者 他們都自己花錢 能夠清除的地方都清除 清除了八台的卡車 目前市政府產發處 已經請廠商 先就淹水部分先行排除 針對排水系統 預計的問題 擇日會邀及漁業署進行會刊 釐清排水系統 預計的原因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